你不害人還救人啊 你就不要多久就好了 深夜大鬧急診室 怒斥醫生對他置之不理 但醫護人員實在無奈 因為他似乎喝醉了 無緣無故跑到急診室來找麻煩 我發現你叫我去坐外面 叫我去坐外面 我不會燙嗎 打下去都不會燙的嗎 到底為什麼跑到急診室 括號還咆哮 醫護人員拿他沒轍 打了一針要他在外頭稍等 沒想到這一句 觸碰到他的敏感神經 怒斥醫護人員 沒有大發他走 你給我打正經濟 你不要也不知道啦 你讓我抱一抱 你趕快 趕快 我在這裡阿狗 趕快來 你不要抱我 你不要抱我 那你不要再鬧 保全界男子要應常診療室 馬上上前將他拉開 威脅說要報警 但他似乎也沒有在怕 縮心最後警方在巡邏時 有上前關心 岳方也發表聲明 表示患者經過安撫後 情緒稍有緩和 並無波及到其他病患 只是回頭再看看當時情形 男子二言相向不斷徘徊 就是不肯走 縮心保全及時安撫 不然難保急診室暴力 再度上演 這個郭先生 宋湘霖 新北市報導 警察 是不肯走 的 不肯走 後患 逳